各位網友大家好 歡迎大家又來到我們《芒向編輯報》的YouTube Channel 頻道 錄的時間是2021年4月4日 首先這裡有社長雷曼汪 大家好 還有我家產生的 大家好 大家喜歡我們的節目 除了來到大臺《芒向編輯報》 還可以去二台正向報 和三台沙冷器那裡點讚、分享和訂閱 將一個齊抗疫、拼經濟、反岩炒的訊息傳揚出去 這一節就想說說世界首富貝助詩的事 其實現在全美國的公運人士 都在看著阿拉巴馬州的阿馬遜的Distribution Center 即是分貨中心 為什麼呢? 因為大家都知道美國是不歡迎工會 一個絕對資本主義的世界 土土厭工會 而現在阿拉巴馬的中心 就說我們要投票成立工會 這樣說 對於這件事貝助詩是很生氣的 他之前已經用了很多方法去阻撓 但是誰知道 大家都知道美國有一批Bernie Sanders 大家都很知道的 喪德斯先生 就竟然走了去阿拉巴馬州 就撐那幫工人搞工運 對呀 說完之後 對呀 這是正常的 他做回他該做的事 美國一向都是有人撐工人運動的 不過打壓了下來的 長期都是做不到的 其實美國很奇怪的 美國那個工會運動 老老實實 成功的就很成功 成功的成功到怎樣呢 連生意都做不住 舉個例子就是汽車廠 它就很成功 搞到汽車廠都做不到 但是有些行業它是很不成功的 一直都做不起的 就是那些餐飲業啊 超市那些工會 就是大約了 看這個勢就 那當然還有一件事就是 列根之後呢 這些東西也都是搞不起的 總之列根時代之後呢 你有工會的生意 基本上全部都是做不住的 只有沒有工會的生意才做得住的 就是直接其實 當然你會有例外的 這個不可以說到這麼絕對 但是大的趨勢就是這樣 這個要先說法 譬如說 沃爾瑪沃麥曾經試過 他在喬北曾經試過搞工會 有一間 當他一說我們決定成立工會的時候 沃爾瑪將他整間東西執著 報頭都沒有了你搞什麼工會 是這樣做事的 那對於這件事 就是黑杯助詩當然是呱呱吵 就找人出圖 他就用了很多計劃的 首先呢 就是找一幫人 就裝作是自己的員工 其實在2018年那時候已經開始了 就出圖 不停地去稱讚自己的公司有多好 那2018年 2016至2018年之間 已經不停地去做這些事情 其實在歐洲 很多的 Amazon的分貨中心 還有那些駕駛 都已經有工會 那是美國沒有的 那他為了這樣阻撓 剛才那些古惑的東西 找人做水軍 不停地出 但是當然被人識穿 找人做水軍 那些工會的人說 咦?你明明今天叫David 為何明天就叫Kelvin 那樣子一樣樣子 就爆了出來 你一出這些骯髒 於是呢 他就找了一些高手來做事 包括找這個奧巴馬年代的 新聞發佈官 來幫忙做 那就是 不到你不服 那他們的做法通常就是這樣的 就說 我給你了15元一個鐘 給其他工人 就是 你去其他做麥當勞的工 都沒有15元一個鐘 我又給你這個集體 我又給你可以直接通天廳 你有些什麼要跟管理人說 可以直接又跟我說 我又比較利用你了 你們還想怎樣這樣說 那但是其實呢 那些人是批評的 根本就不是這件事 是什麼呢? 其實曾經有一個記者 是左翼記者 叫做James Bloodworth的人 他就假扮亞馬遜員工進去 進去他那裡做 他進去那裡做 他就發覺 第一 這個工作環境是很差很差 有了摺像頭監控 去廁所 那些人的待遇 經常都要高溫 做事做到很厲害 強度很高 一天做十幾十個小時 老闆又不客氣等等的事 那些事有發生 要你搬東西 要搬重東西等等 搞到你個人五六七傷 而且呢 其實自從19開始 是有很多這些企業 是受到疫情爆發得很厲害 在裡面 Amazon 譬如說 我只是說多倫多 在我們這裡有個叫做 Blankton 的事 由去年10月到現在是爆了617例 而其他的倉庫加加賣賣 是已經有922個員工 Amazon 是中了招的 可以知道其實工作環境是很差 那加拿大已經算是好 美國會更加緊要 那如果你是做Driver的 是會更加緊要的 那有人就出了一張Memo 就在這裡說 喂 我們 現在我們發覺 我們交給你們的 Amazon 為了 說 避免疫情 你基本上那些包 有些包裹 它會用膠袋裝著 那你會將膠袋運回來等等 我們發覺在這個膠袋裡面 除了你們不用的口罩 就是當是垃圾袋給你用了 必要時 除了你們不用的口罩 自止之外 竟然有一瓶療 還有一些 鋪在裡面 這件事 就是糞便 這件事是不能夠接受的 這樣罵他 那其實 剛才我們說的那個記者辦 已經在他寫了一本書 在那裡罵 你要亞馬遜工作的Driver 因為他是有一個監控 他是用手機監控你 看你幾點在哪裏 你每拍完一件事 你就要拍照 你去那裡 那些這樣的做法 並且監控著你 你為什麼經常去廁所 等等在那裡吵著你 令到那些人 連去廁所的時間都沒有 停車去廁所的時間都沒有 所以很多時候要就地去做 結果就變成為一個笑柄 那當這張面帽一出來了 當然了 你出的那張面帽就有人爆你 那全世界都笑 於是我們說那個左翼的 在紐約區的參議員AOC 就貼了這張面帽出來 好了 然後亞馬遜馬上走出來說 喂 參議員女士 你不是真的信這件這樣的故事嗎 如果真的有人 就是 沒得去廁所要用瓶解決的話 沒有人會再跟我們做的 是不是 我們有超過百萬的員工 這個世界 他們很自豪 我們做的事情 這樣說 當然 他這樣爆 他這樣回覆之後 就有成千上萬的人 在那裡嘲笑他 有幾千個 treat or retreat 跟他說等等 去嘲笑他們 然後我們說那個Tech Cruiser 也都是加把口 就說 也都加把口 在那裡說AOC 那些不是那麼蠢等等 在那裡說的 就是大家在那裡不賤 在Twitter那裡 是不停地發生的 而背座師那些人呢 也都是對於Bernie Sanders 走出來去支持工會 這件事情 就找了一個人在那裡說 就是說 Bernie Sanders 就為了一個工作 工作地方做得更加好 而出聲 但是我們經常都說的 我們全部都是Bernie Sanders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我們的工作環境 全部都是一個進步的工作環境 就是說我們會僱著員工的工作環境 這樣說 當然 這個說法是被人批評 就是說你們整天 你們真的有改善過工作環境 你們沒有 你們只懂得說 有15元一個小時 有利益 但是你們沒有說過 有改善過的工作環境 你們迴避了這個問題 這樣說 其實現在他們這樣 現在呢 所有人都是在等著 這個結局 這個結果是什麼 是怎麼樣的 因為他們那個計 計這個方法 Amazon那個工會計票的方法 實在是太慢了 因為他們發覺有一些票 曾經試過有一些票 是退休員工都有份投 所以他們那些員工就要逐一張 逐一張等 而裡面它有6000張選票的投票要等 要拖得很久很久 估計還有一兩個星期才會知道結果 這樣說 但是我相信呢 應該都是會 會通過的多 情況就是 會通過的情況會比較高的 而其實這個 Amazon在全球呢 是有 上百萬的員工 不是開玩笑 員工是超過 超過一百萬 因為單單想想一下一個 這樣的Distribution Center 已經幾千人 已經上萬人 再加上一些Driver 單單單在剛剛看到 就是剛剛在美國 它有800個Facility 有95萬個Full Time Part Time員工 但還未算它可能臨時請回來的那些 等等 所以是很 這些是超大企業 是超越我們想像 而他們的Twitter的PR組呢 基本上是對於每一個走出來說他們的政客 他現在都是這樣打這個口水戰 立刻回覆他 利用這個Amazon特有的Amazon News的Twitter 去回覆挑戰他們的政客 或者一些左翼公運人士是不停地說 而其實這個Amazon在2020年 他們的Sales是增加了38% 而請多了的已經有50萬人 是因為這一次的19次疫情 所以它是 這一間公司是得益最大的 也都是吃水最深 可以這麼說 如果吃水不深 怎麼會賺這麼多錢呢 其實現實就是 是吧 是 是很欠人生 那它現在呢 其實在日本、英國、德國、意大利、法國、波蘭 的Amazon都有工會化 而美國的工會 工會化在全國 是只有6.3%的 Private sector員工是有工會化的 就是有組織工會的 那如果Amazon都是要 其實Amazon是要做的 我個人覺得 因為你已經是一個超大型企業 那這樣才是對勞工階層是好的 我也是一個左翼的人 那社長你怎麼看呢 就是這麼說 就是我自己就 雖然是左翼而已 但是我覺得有些行業呢 你一搞工會其實就沒得做的 就是我們很現實的左翼人士 有些行業你一搞工會 其實就 基本上就沒有競爭力的 不是全部行業都是這樣 不過就是有些行業 你有工會反而是好過沒有工會的 舉個例子就是建築行業 建築行業呢 就是我自己都服務過一些成建商的 那成建商它們 有一部分就有工會 有一部分就沒有的 有工會的人呢 其實做事會好些的 就是有工會的成建商 我的經驗就是 如果你完全沒有工會的那些人呢 反而就 只是想著賺錢的 就是你在一個基建的角度去看呢 就是有工會好過沒有工會的 我認為 但是有些行業 譬如 就是你說 就這樣派一下東西啊 那些這樣 老老實實 技術含量很低的 出了事的後果呢 就是譬如他派錯東西的後果 不是真的十分嚴重 但是呢 就是他派錯東西 對那間公司的影響就很大 就是對社會的影響就很小的 其實 所以呢 就是有些行業 我是認為 沒有工會反而 比較適合的 就是我自己操錢的看法 就是你譬如他在DC那裡做事的 如果你的DC 就是Distribution Center 是牽涉到做食蜜的那些東西的 就是我們都有幫另外一間 就是做超市的企業 做一些IT東西的我們公司 如果你在DC那裡做事又不同了 所以是沒有一個答案是適合全世界的 我認為 就是有人說你說廢話而已 那我認為我不是在說廢話 為什麼 有很多人是 因為他左翼 他就覺得到處都有工會 有些人是右翼 他就覺得到處都不應該有工會 我講的意思是 你要在不同的行業 搞不同的管治手法 和管治架構 不同行業有不同的需要 有些東西根本沒有效的 我認為是 就是老老實實 如果你在一個 好像亞馬遜那些東西 搞工會 其實亞馬遜就不用做了 之後 因為一定是賺不到錢的 就是 如果你派東西那些東西有了工會 真的不是斷見計的話 很容易就會出了一個情況 就是 那個出來的那個量 就不夠數 不夠為皮的那個數 他是沒有辦法才這樣做 就是我不是為了撐 我背左翼 我都不喜歡這個人的 但是 就是我看到就是 如果你在 就是和食物有關的地方 你做一個工會 就合理很多 因為如果你做食物那些東西的時候 就是出錯其實是會影響到 那個消費者 就是消費者吃了一些 譬如有問題的食物那些東西的時候 那他就可能會 就是有嚴重的問題 那如果你有工會的話 那些工人就會出來說 如果看到有問題 他就會出來 是出來 因為有工會 在背後撐腰 那他看到有問題 他就會出聲 就是我覺得 就是我覺得 跟民生有關的東西 或者跟社會的 整體安全有關的東西 整個工會是好的 是好事來的 但是老老實實 就是如果你說 在亞馬遜派一下東西 就是派一下課 執一下課那些 那些就不需要工會的 我認為 我認為你一間公司做到這麼大 是需要工會的 就是我不是以工總體 我是覺得 你運作到這麼大 是需要一間工會 是去保障 去平衡 我跟你的意見很不同 這件事就 老實講 我跟你的意見就很不同 就是 有些大企業 它為什麼做到這麼大呢 其實它某程度上 都是因為沒有工會 才做到這麼大 你一有工會 它就馬上死的 你是判它死刑的 其實就是 我的看法是這樣的 我覺得 你是做到這麼大的機構 你請這麼多人 是難免會有些 不公平的事情發生 等等 你是需要有一個 平衡的機制 是令到很多地方 那不要緊 大家的意見不同 大家的意見不同 在這件事上 你覺得它需要有 但是我告訴你 如果它有工會 它就不用做 不過 亞馬遜它有其他生意的 就是它有些 和食物有關的生意 就是我反而認為 它和食物有關的生意 就應該要有工會 就是為了公眾安全 這件事 多於一切 就是我自己的看法就是 沒錯 工人權益都是重要的 但是 那個現實就是 亞馬遜它出的錢 已經多過 有些有工會的地方 其實它工作強度 沒錯很厲害 但是它出的錢是多的 還有它那種聘用機制 有些是令到受聘者是省了稅的 不過省了稅之後 突然也沒有工商賠償的那些 這個就是美國的法律的問題 在有些地方 根本就不容許他們這樣做 這個是美國 如果美國它要審視 它那個工會勞工法律 是它要自己一個國家去做的 就不是你去咀一間公司可以解決到 其實有些問題根本 不是一間公司的問題 在美國是 我認為在美國 很多東西根本就是 它整個管治體系的問題 但是它適當的時候 就找一間公司制期 這樣就不太好 其實這個是我的看法 就是你找一間公司來制期 其實就幫不了整個國家 不過不要緊 這是美國的事情 我又不是美國人 好了這節時間差不多了 下一節回來我們再講其他話題 就是這樣 拜拜